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先来了解 我们来看新闻 2018年1月1号 中国第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单行税法 环境保护税法将正式实施 同时也意味着实行了近40年的排污收费制度 将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我国第一步专门体现绿色税制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单行税法 环境保护税法1月1号起正式实行 该法明确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纳税人 确定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 固体废物和噪声为应税污染物 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环保税法所付环境保护税税募税额表 噪声止工业噪声 这意味着建筑施工噪声和交通运输噪声等 没有被纳入征收范围 此外 根据环境保护税法 各省份在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的具体适用税额上 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也就是说各地的具体缴税标准可能会不一样 同时国务院还在27号印发了 关于环境保护税收入归属问题的通知 通知中明确表示 环境保护税将全部作为地方收入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环境保护税是环保部 财务部和税务总局共同推进的 按照税费平移的标准 把过去的排污费直接转为环保税 主要是为了刺激环境保护意识 提升环境保护的自觉性 我们要强调的就是环保税 它不是以取得财政收入为第一目的的 它的主要是引导企业节能减排 历次发展 这个植物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环保费改税会给企业带来哪些变化 开征之后这部分收入会达到怎样的规模呢 具体情况请张涛为我们介绍一下 张涛 好的 环保税法实施过以后 我国的环境保护领域的费改税 将会以立法的形式来确认固化 这样以来呢 执行起来也会更加的有效力 而对于企业来说 明年起像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排放 这样的企业污染企业来说 都将会被带上一个紧箍咒 于是我们看到有年代人士分析说 环保税一旦开征 它的规模将会远超现行的排污费 年征收入将会达到500亿元 而那其中 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排放 企业受到的影响会是最大的 以排污费去倒闭企业 去加强环境的治理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对于我国去防治环境污染 保护环境 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排污的费改税 它的主要目的不在于 筹集财政的收入 而在于通过税收的一个杠杆 去引导排污单位 去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它的环境保护的意义 是远远要大于财政收入意义的 据上刚才片子当中提到的 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环境保护税收收入的 归属问题的通知当中 明确指出说 为了促进各地保护和改善环境 增加环境保护的投入 环境保护税 全部作为地方收入 这既是为了去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同时也是再次去强调 在环境保护这个市当中 地方单位切实执行的重要性 除此以外 新规到底会不会增加企业的负担呢 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对此 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就说了 环境保护税是环保部 财政部和税务总局 共同推进的 按照税费平移的标准 把过去的污染费 直接转为了环保税 当然 政策的设计 总体来讲 还是不是以收钱为目的 主要是为了去刺激 环境保护的这个意识 提振环境保护的一个自觉性 环境保护税 按照排放量来进行征收的 你多排 多角 少排 少角 生态文明的建设 不就是要咱们这样 一步步的去迈进吗 把时间再交换给主播 好的 感谢张涛的介绍 我们再来关注 即将开跑的厦门马拉松 2018剑发厦门马拉松赛 将在明年的1月7号名枪开赛 今天上午赛事组委会 举行了预演 目前赛事筹备工作 已经基本就绪 即将举行的厦门马拉松赛 目前共用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 33239人报名参赛 其中境外选手1064人 厦门本地选手5944人 在比赛路线方面 赛事起点和终点 依旧设在会展中心 为了降低难度 组委会对比赛线路 进行了优化调整 取消了云顶南路段 在环岛路向五元湾方向 单向延伸1.1公里 折返点由原来的三个 缩减为两个 此外 今年马拉松的发令时间 将从去年的8点提前到7点30分 还首次采用三枪发令起跑 每枪之间间隔25分钟 按照选手报名成绩 尤快盗曼分区分枪起跑 进一步提升跑者的体验 上午 市领导叶崇庚 李伟华 国贵荣 实地检查了赛事筹备情况 今天厦门市六个区 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完毕 这标志着厦门市深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效 全国全省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后 市委把改革试点工作摆在突出位置 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传达学习 全国全省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明确要求各级党委 要准确把握改革的指导思想 目标任务实施路径 切实抓住机构设置 人员转立 组建挂牌 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 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统筹推进各项改革任务 厦门市成立由市委书记任组长的 市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 并结合实际制定厦门市具体贯彻 落实意见和实施方案 在改革推进过程中 各区委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 均成立由区委书记挂帅的 改革试点工作小组 区委书记当好施工队长 全程抓好具体部署 具体协调 具体督办 扎实有序推进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区纪委负起专责 在区委统一领导下 担负起组织实施的责任 细化实施步骤和工作要求 人大 政法委 检察院 编办等机关和部门 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按照路线图倒排时间表 针对推进工作过程中 出现的疑难问题 逐项把关 逐条解决 形成相互支持 合力推进的良好态势 按照转立 选举 挂牌的步骤和时间节点 在区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监察委员会主任前 厦门市六个区 已经完成了相关人员的转立工作 并按照程序撤销了监察局 以及检察院的反贪 反毒 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 将相关机构 职能 人员 转立至监察委员会 截至目前 全市各区选举产生六名监察委员会主任 任命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34名 转立干部78名 全部实现纪委监察委员会一纸办公 区监察委员会组建后 将根据内涵发展 盘活存量 精简高效的原则 在机构 植树 编制三不增的前提下 增设一线审查调查部门 加强一线工作力量 监察对象也将扩展到 试点方案确定的六大类 对各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实现全覆盖 目前市纪委正抓紧研究 起草有关工作运行和衔接机制等规章制度 对审查调查措施做出具体规定 对工作文书格式内容进行统一规范 对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 调查 处置三项职权和12项措施 做出具体规定 强化纪委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 据了解市监察委员会组建挂牌工作 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今天上午电子城厦门国际创新中心落户厦门集美 该项目是今年省市千亿级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项目将重点推动 移动互联网 人工智能 工业设计等高新产业聚集 一期预计于2019年8月建成投用 厦门作为一个一带一路的一个起点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厦门整个城市的创新的经济活力特别强 第三个是整个吉米地区周边的产业配套政策 和产业配套的资源和氛围特别好 28号 厦门海仓保税港区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启动仪式 在海仓远海码头举行 首批到港的进口汽车现场开箱 标志着厦门海仓保税港区汽车整车进口口岸正式开港运作 开启了厦门平行进口汽车的新历史 厦门市民今后在家门口就能省时又省钱地买到进口车 厦门第一家港资企业 红太集团的智慧工厂1728号在漳州投入使用 其中的智能立体仓库是目前国内电子行业最先进的中央物流仓储 实现从接单到产品出厂 全程实现智能化 极大缩小成本 一星骤骨 光气垂鸿 严富书法客展28号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延喜公开展 本次展览重点展出福建博物院 及福州市严富汉墨馆珍藏的严富灵帖 杏杂 批柱 对联 提赠 易柱等珍贵文物近百建 展示了严富显媒人知的书法艺术和成就 该展览是故宫2017年度收官展览 也是故宫第一次为敏及思想家举办专题书法陈列展 从2015年开始 中国空军远海远洋训练逐步展开 从当初一年四次到现在一周多次 空军的远洋训练实现了常态化 体系化 实战化 展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 今天的两岸三十年系列报道 带您聚焦解放军绕岛巡航新常态 今年8月13号 台湾防务部门发布新闻稿表示 解放军当天有两架运巴战机经由巴士海峡 向东北航行 执行远海长航训练 其在穿越宫古海域期间 有两架苏30战机半户飞行在非反援助地 而就在此前一天 台湾媒体报道称 即8月9号解放军军机绕台飞行后 一批轰溜轰炸机与运巴战机 于12号再度绕台 经巴士海峡向北航行 并飞越宫古海峡 领有一批空警200 及苏30型飞机执行办护任务 其实 自今年7月以来 解放军军方已多次派出轰溜战机绕飞台湾岛 空军新闻发言人申静科大校 在回应轰溜绕台时强调 中国空军开展云海远洋训练以来 应对和处置了各种干扰阻挠 不管遇到什么阻挠 我们还要一如既往 不管谁来跟着半飞 我们还要长飞多飞 因为我们的云海远洋训练 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合法 合理 合情 12月17号 中国空军通过官方微博 推送了一个名为绕岛巡航的宣传片 其中展现了空军轰6K 苏30等多型多架战机绕岛巡航的震撼画面 引起广泛关注 绕岛巡航宣传片的画面 都是由空军飞行员 在执行训练任务中航拍的 空军开展远洋训练三年来 用镜头记录任务过程 也是飞行员参加远洋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多次参加远洋训练 感觉自己飞在西太平洋上 越来越从容自信 这次参加绕岛巡航时 清晰地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和战友们用镜头记录下来 留存下来 这是我们强国新军的见证 去年12月下旬 辽宁舰编队经由宫谷海峡 沿着台湾东部海域南下 再从俄兰皮南方的巴士海峡 转到南海进行训练 随后在今年1月上旬 从南海经台湾海峡北返 返回青岛母港 完成绕台航训 今年以来 解放军军机军舰绕台巡航日益频繁 12月26号 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发布所谓 2017年防务报告书 公布了解放军军机与军舰绕台的航字表 总计共有23次解放军军机绕台 及两次航母绕台 报告书 除了鼓吹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外 还首度将美国和台湾地区的军事合作台面化 并制定了台军所谓的新战法 对此 国台办发言人安风山 本月27号回应指出 联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根本保障 搞台独分裂对台海和平稳定是最大的威胁 在当前联岸实力对比日益悬殊的现实下 搞对抗 搞乙武巨统是没有出路的 台湾方面只有放弃台独立场和敌对思维 才能真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我要强调的是 任何势力以任何形式 搞台独分裂的图谋和做法 都必将遭到两同胞的坚决反对 也是不可能得逞的 12月28号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笑表示 解放军海空兵力的有关训练活动 是年度计划内的安排 以后类似的训练 还将继续举行 解放军海空兵力的 远海行动训练日益常态化 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我们的军力建设和增长 是地区和平稳定力量的增长 稍后还有更多新闻 马上回来 台湾著名作家诗人余光中告别式 今日在高雄举行 台立法机构年度汉字公布 怒字登上榜首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两岸新新闻 本月十四号台湾著名作家诗人余光中 因病在台湾去世享年九十岁 今天上午余老先生的告别式在高雄市立殡仪馆举行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以及余老先生的亲友和读者 都前来参加宋余老最后一程 影片中追忆着余光中生前的点滴 余光中的妻子和四名女儿分别朗诵诗歌 告别式现场宁静庄重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等政界人士 以及台湾现代诗人罗青等文学界代表 也到场气垫表达哀思 余光中在台湾中山大学任教32年 于12月14号在高雄病逝 告别式上余老的学生也到场为恩师送行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 今天上午十位永春老乡也组团前来吊宴 其中还有一位是余光中的唐侄儿 他说自己曾多次受余老鼓励 老先生过世的消息让他很悲痛 一时间多觉得反应不够来说 觉得很逼痛 告别式现场还来了不少大陆学生 他们表示从小就读余老的诗歌 这次借着来台湾交换学习的机会 本想一睹余老风采 但没想到唯一的一次见面 却是在告别式上 很可惜就唯一一次跟他的交集 除了以前的读师就是这一次的告别会了 自己终于来到了余光中先生 生活了32年的地方 看着他曾经望过的那一片浅浅的海峡 然后看着他的高楼对海 体会着他那种 终于感觉到了他是望着自己的家乡 和自己的大陆母亲的那种心情 余老先生曾写过一首诗叫做当我死时 他写道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如今诗人已经远去 但他的诗词作品家国情怀 仍然将为世人所传送 愿老先生一路走好 也愿生者节哀 项目卫视助台记者 廖元高雄采访报道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年度汉字与十大新闻票选结果 昨天出炉 发怒的怒字获得台立法机构年度汉字冠军 而所谓一例一休修正草案 致使劳工权益倒退的事件 则当选台立法机构十大新闻之首 据台湾媒体报道 第一名怒字从一开始票数就遥遥领先 最后以229票登上榜首 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是149票的闹和145票的弯 此外在台立法机构十大新闻评选中 台湾劳工团体批一例一休修正案 使劳权倒退30年的新闻夺得冠军 此次调查从11月30号开始至12月14号结束 有台湾媒体分析称 票选结果反映出台湾民众对台立法机构一年来 吵闹的形象颇为不满 也有台湾时事评论员指出 怒字当选与蔡当局所谓一例一休修正案密切相关 近来蔡当局所谓的一例一休修正草案 引发台湾社会争论 本月4号民进党强度关山 利用席位优势使所谓一例一休修正草案出审通过 引发台湾民众及台湾劳工团体的多次抗议 28号晚上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赖清德出席活动时 劳工团体再次突袭现场 劳工代表指出倘若蔡当局仍旨意不倾听民众声音 他们一定会跟民进党当局没完没了 厦门卫视驻台记者廖远高雄综合报道 在此之前在台湾2017代表字票选当中 盲字是拔的头筹 而此次怒字又当选了台当局立法机构2017年度的代表字 对此各界是如何解读的 请张涛带我们来看 张涛 好的 对于台湾地区盲字夺冠 怒字称王 台湾有民进团体表示说 这就和今年台湾的立法机构在审理 经济民生领域的条文争议有关 再加上各党团在议场里面 那是吵吵闹闹民众怎么可能去不怒 对于未来怎么能够不茫然呢 去年是暴 青年就是怒了 民众的这个怨气是可见一斑 而评选团体的李氏顾中华 他指出的说 近期啊 有劳工团体上街去游行抗议 台当局的立法机构就是民众愤怒的对象 而更有他民众认为说 台湾的这些劳权低薪的问题所引发的明月 宛如惺惺之火是足以燎原 提醒蔡当局如果没有妥善处理 恐怕会对明年的这个县市长的选举的结果造成负面的影响 而香港的中平社也发表评论认为说 盲家怒啊 他反映的是台湾民众的现实的一个心态和对于社会的整体的观感 2016年蔡英文的竞选口号是点亮台湾 执政19个月 老百姓的心态和观感却是盲家怒 去年呢是苦家暴 这是十分讽刺的呀 对此 施政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对不起老百姓确实应该感到有羞耻和复旧感吧 2017年是即将过去了 台湾以盲家怒作为一个结束 很难想象2018年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年景呢 相关情况为您梳理到这里 把时间再交换给主播 好 谢谢张涛 我们继续来看 在明年年底的台湾选举中呢 也将一并举行现实议员选举 由于民进党当局施政无能激发民愤 岛内有一群年轻的上班族妇女 为了争取改善孩子们未来的生活环境 决定投入选举 一场现实议员宣布参选的记者会 竟然出现了许多孩子 有的在旁边玩玩具 有的吃饼干 时不时还冲上台凑热闹 因为这些宣布来参选的通常都是妈妈 生活政治 奥巴桑的晋级 生活政治 奥巴桑的晋级 这群年轻的妈妈们组成了所谓的奥巴桑联盟 目前已经有10名参选人 她们的计划是要号召到38人 我们觉得不能再等什么人来帮我们了 我们得自己依靠自己 讲话很温柔的沈佩玲是名全职妈妈 她发现现在连想要个友善的公园环境都很困难 于是决定跳出来参选 想要为下一代发声的还有她 李宛如 我们奥巴桑决心不再被动地等待 我们主动出击 我们要破除雾霾 这群妈妈没有政治背景 她们打出普通民众深刻有感的诉求 希望能争取多一点支持 稍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马上回来 文在寅进行首次特赦 汇集165万人不包括朴槿惠 日本决定部署宙斯顿 俄方表示影响俄日关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两岸新新闻 我们继续来看 29号韩国宣布进行文在寅政府成立后的首次特赦 此次特赦对象为6444名 加上对违反道路交通法等人员的赦免 总受惠人数是多达165万 不过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不在特赦范围之内 据韩联社29号报道 韩国总理李洛渊在当天召开的临时国务会议上表示 这次特赦将有助于韩国国民团结和民生安全 主要面向普通市民和社会弱势群体 值得关注的是犯有腐败罪的财经界人士和公职人员 各种暴力犯罪的罪犯不在此次特赦范围之内 根据特赦名单 朴槿惠不在此次受惠对象之列 早前有专家分析指出 朴槿惠之所以不在特赦之列 是因为近期亲信干政辜负了国民信任 一种愤怒情绪笼罩着韩国国民 不允许文在寅这么做 至少需要更加合适的时机 文在寅曾在大选期间承诺 为了推进社会改革 政府绝不免除对犯有贿赂 贪污 毒职等 腐败罪行的囚犯的刑罚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当地时间28号表示 日本决定部署美国陆基宙斯顿反导系统 将会给俄日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扎哈罗瓦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日本有关在境内部署美国陆基宙斯顿反导系统的决定 令人非常遗憾和担忧 扎哈罗瓦说 在日本部署反导系统 是美国扩张其全球导弹防御系统的又一步 实际上是美国在日本协助下 再次违反中导条约 据了解日本政府本月19号通过内阁决议 正式决定从美国引进两套陆基宙斯顿反导系统 计划2023年前后投入使用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日本防卫省强调 引进陆基宙斯顿是为了强化日本防卫能力 但这一装备实则具有攻击性 会对地区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引进陆基宙斯顿将开启日本新一轮军备扩张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在当地时间28号宣布解散议会 准备在2018年的3月4号举行大选 由于意大利政坛势力三足鼎立 证据可能迈向不确定局面 意大利总统府发布的声明表示 马塔雷拉当天早些时候 在总统府分别与参众两院议长 以及总理贞蒂洛尼举行了会晤 随后他签署了关于解散议会的法令 当地媒体认为大选日期的确定 开启了一个党派的新一轮政治较量 从当前民调表现看 2018年的意大利大选将是执政党 中间偏左的民主党和走民粹路线的 五星运动三分天下的局面 届时将出现无多数议会的局面 即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政党集团 取得绝对多数的议席 意大利属议会共和制国家 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和监督机构 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意大利本届议会的五年任期 于明年五月底结束 大选必须在此之前举行 议会解散后 总理贞定洛尼将继续主持 看守内阁的日常工作 直至产生新政府 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关注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明镜店里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